人制医院手术室有一名护士初步确诊 他的家人和住的家人其实昨天也确诊 医院就做了接触追踪 同时最后一天上班是12月7日凌晨的时候 当日另外我们也有三名护士 曾经一起在休息室有短暂时间脱下口罩 所以这三位护士就会被列为密切接触 我们需要安排他检疫 初步确诊的护士其实工作期间 都是有合适的个人保护装备 所以没有病人因此受影响 另外第二宗就是屯门医院 我们在病人资源中心有一位文职的员工 就初步确诊 这位同事是不需要接触病人的 估计他感染的途径可能和工作没什么关系 医院也做了接触追踪 中心其实也有八名员工 在工作期间会有一些接触或者一起吃饭 这八位员工其实我们也帮他安排了测试 结果回来也是阴性的 同时我们也安排了清洁相关的设施 病人资源中心部分的活动可能暂时需要停止 第三宗就是联合医院 我们有一名支援服务的员工 他曾经清洁过一间有确诊病人用过的洗手间 因为当时他没有穿上保护衣 所以就会被列为密切接触 所以这位同事都需要安排被检疫 感谢观看 希望大家可以录音 这位同事都需要更描述 因为我们有一些人都需要 这么,' 这位同事都需要